最近特别火的一款游戏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当然是站干球了 我们三个人特别想玩 于是妈妈就在网上 给我们三个人买了一套 是粉丝们说想看你们挑战 我们也想玩了 每人有几卷 七卷 刚好是七种颜色 粘出来就是彩虹颜色 还有一个双面胶 双面胶是干嘛用的 可能是起球用的 同学都有 他以前都不借给我玩 终于用了我现在 我也特别想试试 感觉特别好玩的样子 还有一个小盒子 那个是你粘完球以后 然后粘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 我来先帮你剪掉一点 我看人家说先剪掉一点 然后把这个折起来 然后把那个对直 然后这样一直粘 先粘掉一点 然后起个头 怎么不起胶呀 老二师用这个双面胶起的头 哇第一次就成功了 再接再厉 光是起个头 就已经把它们给难为住了 这有什么好玩呢 一点也不解压 好玩只是还没起来而已 不好玩 不好玩 不好玩都给我玩了 好玩好玩 太好玩了 你右手这样搓 搓成团了 这么小怎么搓 就是从小的搓成大的嘛 对呀 我也搓 你看人家楼又粘起来了 对对对 哇拉丝了拉丝了 就这个手法好像不太娴熟 我不会手法 但是我能给它粘成的 应该是这样 对 像鼠钱一样 哈哈哈 哇还是老二成功了 你看每次都能拉出来这么长的丝 但是中间总是会断掉 看老大的这个粘成什么了这是 它是一直在上面点的 都点成肺的了 这一截都不能用了 老大已经粘到绝望了 哈哈哈 还不如先做眼了 人家都说这个解压 我没发现哪里有解压呀 哈哈哈 要不你就写作业吧 你就放弃吧 还是再试试吧 行 哇妈妈你快看 哇 那么那么能拉丝 我为什么粘不起来啊 你要从边缘开始 然后呢 它拉起来四大 你就团团团就可以了 哇快快快看 哇 看我一次就成功了 妈妈好厉害呀 看到没有 然后手就要一直搓 哇塞成功了 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就算 成功了 孙安好厉害呀 玩这个真的是需要耐心的 我觉得我粘了一会 我的肩膀都疼了 我觉得很好玩呀 你看 我一下子就把这一下 全都粘过了 我看你的球有多大了 看我的球 哦还算可以 我不玩了 小老三已经弃全了啊 他已经不玩了 这是谁发明的粘粘球 能把人累死 好玩呀 我一点也不累 现在我只是半个球了 哈哈哈哈 现在的话只有老二能玩得起来 你是不是偷偷的练过 我没有 根本没玩过 这个适合慢性子的人玩 不适合急性子的人玩 大姐姐就是急性子 我就是慢性子 张起来了吗 你看 半个小时都过去了 还是这么小的一个球 突然那么那么丑呢 还是没做对 不是圆的 你看我一拉就占满格 对你这就是成功了 哇好厉害呀 你看 哇塞 给你看一下我的球 哇 是圆的 哇 看老二的已经粘了这么多了 好厉害呀 真好玩 有什么诀窍吗 嗯 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你在边缘轻轻的站 哇塞 厉害了 好羡慕你呀 你快还我的球 我还要站着你给我弄死了怎么办 你那么厉害你再等一个吧 不行 我都费了半个小时那呢 没事 再费半个小时 凑一个小时好听 半个小时才粘这么大一点点 这什么时候才能粘成一个大球呀 一下子就被大姐打赌了 真烦人 这个是我粘的橙色的球 已经粘死了 看老二还能不能拯救回来 哇塞 人家好不容易粘好呢 你别把人家那个蓝色的球 再给人家粘死了 不会的不会的 你看这个那么好粘 真烦人 哇这样看起来就很解压了 对 可能你这这个蓝色的好粘吧 怎么可能呢 我用你的橙色粘一下 粘了半个小时了 你看粘的这个跟个米粒子大 还没有米粒大了 我觉得粘这个真的是太考验耐心了 你们三个人粘吧 我是不粘了 哇真好玩 嗯 刚开始说不好玩的 呃被老二弄过了 然后再一粘挺好玩的 因为我粘大球的呀 看到没有这个球不要粘的太近 哇塞看 好厉害呀 快不快 快 哇哇哇哇 看这这么这么长的胶 一直往里远 哇粘起来真的很好玩 这是我们三个人缠了一个多小时 才缠了这么大 不过这个东西越缠越上瘾是吧 对 特别好玩感觉啊 一个劲的像缠 老三也成功了啊 他看我们都成功了 所以说他又重新来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他们几个人都缠上瘾了 对太好玩了 等到我们把这些全部都缠完了 然后咱们就给大家割球 行 肯定特别熟 看我这个手法像不像老师傅 哇好解压呀 两天后 每天写完作业都会粘一回 我看看你们这两天粘了多大了 哇距离割球的日子不短了哟 我感觉越来越好 越来越得丢了 感觉馋这个会上瘾 哎呦 哎呦 再说一口眼还吃 哎呦 太好吃了吧 昨天有人说要吃脆皮肘子 今天就给他安排上了 你听见的声音 首先我们准备一只大肘子 用白酒清洗一下 清洗好的肘子拿刀用力划几道 然后加入盐 胡椒粉 和蚝油 这些材料要多加一点 用手揉搓肘子 尽量使肘子的每一个缝隙 都能够被酱汁发盖 肘子腌制两个小时以后 装盘 把剩余的酱汁也淋到肘子上 我们准备上锅蒸 最后加入八角 小块桂皮 再加两块白纸 好去心 加鸡片香叶 加好以后盖上锅盖 大概要蒸90分钟左右 我的天哪 搞事情呀这是 小锅蒸不下 换个大锅继续蒸 这是从蒸锅里拿出来晾凉后的肘子 用蚝油 葱花 黑胡椒粉 调成酱汁均匀地抹在蒸好的肘子上 在肘子皮上 拧匀地扎一些小口 放入烤箱之前 给肘子刷一层白醋 把处理好的肘子 轻轻地放到烤箱里面 上火230度 下火200度 先烤40分钟 拿出来 再刷一层白醋 再烤30分钟 这个时候的肘子 是不是看起来很诱人了 着急 我们再刷一层蜂蜜水 把它烤箱 换成烤盘 这样肘子 站得更容易讲 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再继续烤30分钟 这是二姐爷要吃的 走 我们给它送去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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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再一次慢慢一哭一哭一哭 好好吃啊 都这样叫 味道 好吃 给你讲了呀 没骗我啊 没骗 哎呀那那我就心里面就得到安慰了 你吃吧我走了拜拜拜拜 拜拜